接下來的話,後面還有兩題,實際上這兩題其實應該算一題,為什麼?因為你做完之後 做完新增,最後一定要reload,你沒有reload的話當然也不行,所以這兩個總共加起來18分是一起的,總共會有三個功能 所以要分開來看的話,一個功能等於要有6分,總共加起來18分 那這個部分怎麼做?新增,修改,刪除 各位可以看一下,這個地方的話,程式碼在這裡,在第3的部分 請點3的部分,各位可以看一下,我上面也有做一些標註 各位可以看一下我們的程式裡面,它也會有一個叫insert的方法 insert的方法裡面的預設,只有它有方法,但裡面沒有實作 還有update部分也是一樣,跟delete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這邊需要做哪些 哪些部分的變更 首先的話,各位可以看一下 第一個就是說,我們會需要用到一個叫containview 那你會想說,老師為什麼一定要用containview,我不用containview可不可以 跟我講,不行,因為它規定就是用containview,你就是用containview 這是它規定 你給它的參數一定要是containview 那這個containview名稱叫cv new一個containview,那要做什麼呢,要存放資料,暫時放在containview裡面 接下來containview要做什麼呢 第一個 cv,特別重要就是它 put 要放什麼呢 放feel 02,就是第二欄的資料 放什麼資料呢 放傳進來 實際上呢 這個是一個參數 也就是說我傳進來的詞 傳進來是什麼 給它當一個參數 然後呢 這個前面就是欄位名稱 接下來我要做什麼事情呢 其實這個cv裡面放的就是什麼呢 一個欄位名稱 後面放什麼資料 這個就containview 對照表的意思 然後呢 裡面我要怎麼把資料呢 寫到資料表裡面去 後面的話我用database 這個應該知道,這個物件 點 後面有個方法 insert insert什麼呢 你要告訴它三個訊息 第一個訊息呢 就是table name 你的資料表名稱 第2個呢 一般給弩 第3個給cv 一定要給cv 你不能給它一個什麼自創 或其他東西 這樣的話 就會把你的資料寫進去了 這個動作呢 你做完 實際上就是 這地方 我們完成的 部分就有點像 比如說我今天呢 在上面 假設我這地方 我把資料先清除掉 隨便key一個資料 比如說我要新增資料 把它點一下 隨便給一個單字好了 OK 這個單字呢 我按一個add 其實按下add之後的話呢 按下這個按鈕 add 的時候呢 我會先取得這個東西 然後並且把它寫到資料庫裡面去 所以我按下它的時候要觸發什麼動作呢 各位也可以順便看一下 我們的程式 這邊應該是 Button 01 有沒有 其實程式在這裡 點 set on calculation 點擊它的時候 就 觸發這個事件 對不對 然後呢 後面的話就是有個判斷 如果 不等於 這個是 Nuts的意思 Nuts 裡面的 Ecos 就是不等於Ecos 裡面就是 如果裡面呢 不是 就是 如果裡面有資料的話 才去執行什麼 這個insert動作 那insert的話呢 是一個方法 它會傳什麼東西過去呢 傳 我們 裡面的資料 特別注意喔 這個地方前面有沒有 會多一個什麼 空字串 這個有 有時候呢 這個方法 這個是一個訣竅 你就如果避免說 你傳入的資料要再轉型的話 轉成sing 你就直接前面加個空字串 它就會把它當一個字串來處理 就不用再轉型了 這個比較簡單 這個也是一個訣竅了 那你不加在這個程式裡面 應該也不會有問題 不過這個是一個訣竅 加一個空字串 然後呢 它就會把這個 我們上面的東西怎麼樣呢 包含前面的空字串 直接怎麼樣 add 就會傳過來 傳過來到這個方法 這個底下這個方法 對不對 然後呢把資料 add進去了 對 放在資料庫裡面 最後呢 重新載入 那重新載入其實非常簡單 就是直接 一行程式 利用cursor 點 requery requery就是重新再reload的意思 再把資料重新再載入一次 這樣的話才會更新 不然的話你如果沒有更新 它就不同步 在list view裡面呢 就看不到 有增加一筆 如果你沒有做這一行的話 你即便是已經新增進去 你按下add的時候呢 它也不會出現在底下 但是如果你有reload的話呢 就會馬上看到 OK 就requery啦 就是這個地方就加個requery 這是新增的部分 那再來的話呢 修改跟刪除 那修改跟刪除的部分呢 也是類似 我想各位先把新增的部分呢 先完成好了 把畫面呢 先還給各位一下